原传不亦遣随手关注作者,一品文团对风沙王李雄,无数前进转 最近韩国信一集团发现了一艘遥传,藏有200吨的黄金的沙俄战线顿斯科一号,的是船的沸沸扬扬 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正规记录能证明俄国人真的在船上运了这么多黄金 不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韩国人是信了他们正愁被打捞这艘沉船梦 想到发横台1905年,停泊在港口的顿斯科一号,其实在亚洲地区除了这个部,号府的顿斯科一宝藏,还存在不少拥有真平实距,确实存在的真正宝 藏旗中有近年已经发现的张献忠藏宝,也有正准被二次打捞大阿波王号沉船海有救 是在二次大战时期,由日本军官山下奉文,秘密买堂至今未被确认发现的山下宝藏了 日本陆军大将新加坡臭名昭著的贵子手,山下奉文绰号马来之虎 1942年山下奉文,带领日本第25军占领新加坡除了至要害人听闻的新加坡华人大屠杀 外他还对南洋华侨进行敲诈勒索对其他国家大刺搜刮到1944年山下奉文 奉命指挥十四方面军,在菲律宾防御美国进攻时据书有一笔,巨大的宝藏还囤积在他手上没有来的疾病 运回日本本土这批宝藏可能包括专门在中和同时文物盗窃活动的日本组织学术旅行队 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以及日本军队,从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夺取的大量黄金 至少价值数十亿美元中京国立博物馆东南馆其中展示有大批二战时期偷到来的中国文物 据说这批财宝没有运出菲律宾,当时美军已经封锁了日本大部分海商运输线连军室 面外石油都很难运回本土更何况财宝,为了避免宝藏落入美军的手里 也为了将来东,山带起谣传山下奉文,驱使大量劳工挖掘地下攻势 并派遣部队将宝藏运入攻势最后,用炸药将入口封闭,将劳工和宝藏一起活埋 带了地下而那些运输宝藏的部队也被排,潜到作战最激烈的地区很快就死伤败近日军,在菲律宾的坑道宫市能储存大量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山下奉文因为大规,某种族屠杀在马尼拉接受军事审判 10月8日判处此行,1946年2月23日山下奉文在马尼拉以南30公里的洛斯巴尼奥斯监狱 被缴死在日本战俘制造促行台上虽然此后转 出消息美国人通过山下奉文的司机,复制了唐宝的地点,并且尚有件事的指证美国人将这笔黄金存入了瑞士银行 并且一部分,成为了美国人的私人财富占有这批黄金的,甚至包括麦克阿瑟和美国总统 但是,这个谣言其实非常荒谬实际,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国人拿到了这笔财宝 而且美国政府即使得到了黄金,不存进诺克斯堡的金库千里条条运到瑞士 但是这又是什么逻辑,关押期间的山下奉文,毫无被审讯和拷问的痕迹 倒是另一则诉讼,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1988年3月,一位名叫罗杰里奥罗克萨斯·罗比利尔·杨克斯 在职业寻保者在向威夷法院,对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提起诉讼 声称他找到了山下的黄金,并被马克斯夺走菲律宾前 总统马克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下台或移居美国 卓克萨斯向法庭做出陈述宣称 他在菲律宾比尔市综合医院,附近挖掘到了一个地下隧道网 他和他的搜索小组,在隧道内发现了电线,收音机,刺刀,布箱和一个身穿日军制服的人体骨骼 并且在几周的看泰后,他们挖穿了一个十英尺厚的混凝土外壳 发现了一大堆装着黄金和宝石木箱和一座金佛罗克萨斯带出了取出了金佛,24根金条以及一些武士刀,刺刀等文物并出封闭了 在隧道,他准备获取出售,其中一部分金字以获得资金进行进一 杜瓦决在他出售其中七三金条 后有几名买家表示,出对他的金佛的兴趣 其中两名买家,Kenny, Chiton和Louis Manoza,对他的金佛进行了检验认为这座金佛是实心的20克拉黄金做成 但是之后他受到了马克思指派的士兵的代捕和拷打,并没收了他的财宝 在他被关押期间,马克思派人搬空了这处地下仓库,将这些财宝据为己有 这也许能解释马克思,近百亿财富的部分来源 马克思的妻子伊美尔达,在美国的住所这只是他的一处 鞋柜经调查马克思在菲律宾房地产4500亩,土地5000亩,农场23处,公司232家 电视台18家,广播电台36家,飞机29家,罗挺13艘 欠金10亿美元黄金数吨,珠宝哲和10亿美元,在美国其他国家,拥有大量别墅大楼,及接近20亿美元存款 在显宴相关证据和1996年火农鲁鲁法院的陪审团要求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伊美尔达 对罗克萨斯赔偿约400亿美元这个金额判决,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新闻伊美尔达和他的律师在一间录金金佛前拍照 他宣称,这就是当初没收的那间金佛定试图证明罗克萨斯的指控不实 1998年11月17日夏威夷最高法院对这个判决进行重审 根据现在留存下的法庭资料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罗克萨斯在碧瑶市发现了金块和金佛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金库内胜余才法的数量和价值因此最高法院支持了罗克萨斯的140万美元人身伤害和拘禁的赔偿 经济对被夺取的金佛和17根金条除去了卖掉的7根的损害赔偿并将案子退回出审法院要求对金佛和17根金条进行估价 最终据说罗克萨斯的后人获得了马克思的一双伊美尔达高达600万美元的赔偿98年夏威夷罪 高法院关于此案的记录记录表明有足够的证人证明金条和金佛确实存 在虽然最后罗克萨斯获得了他的补偿 但是山下的黄金仍躺在女巫之中时至今日菲律宾各地仍有无数寻宝队伍 在找寻这批黄金甚至连微软创始人艾伦都最新于此这批 宝藏是否为马克思则倒还是继续静静的躺在菲律宾的某处这只有留待时间去证明了参考资料 山下宝藏之谜支持艺品团队的各种原创文章及实体书独立专业有种有料